Huyです。浅草に来ている中国語圈の外国人の皆さんにインタビュー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それでは、いってきます。 你好。 你好。 你是哪里人? 我是台湾人。 哦!台湾哪里? 新北。 然后日子是来日本旅游还是? 旅游。 旅游。 哦!打算待几天了? 六天。 六天? 哦!那今天是第几天? 第三天。 三天。 どこに行った?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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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澀谷、新宿。 哦! 接下来想去迪士尼。 哦!这样子。 吃过日本菜吗? 嗯。 喜欢吗? 喜欢。 哦!喜欢什么? 拉面。 喜欢什么味道的? 豚骨。 日本的比较浓。 但是我在台湾也很喜欢吃。 哦!就这样子。 然后来日本之后有没有惊讶的事情? 我觉得很多东西蛮便宜的。 是可以买回去当礼物之类的。 哦!具体来说呢? 就是逛唐吉克的。 还有别的吗? 别的。 有去秋夜园。 那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经验的事情? 安利美特。 就陪我妹去逛。 然后她就很大。 然后里面有很多动漫的东西。 接下来打算去哪? 就是在这附近拍照。 然后想去逛那个三立欧的地方。 这次来日本玩的比较满意吗? 嗯,满意。 好耶。 你好。 你好。 我们来自浙江杭州。 那这次来日本旅游还是? 旅游。 旅游。 是第一次来吗? 第一次来。 那为什么选来日本呢? 就是我们大学出国旅游的定地站。 选一个近一点的地方。 然后也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嗯嗯。 对。 而且文化来说跟中国也比较相似。 我们可以。 很多中文都可以看得懂。 哦。 那这样的话韩国也很近吗? 而且。 我认为。 但是相当于日本和韩国的话, 我们更偏向来日本一样。 风景更好。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 然后。 东京有迪士尼。 大阪有环球营城。 我们都想去。 我们是关东关系都玩的嘛。 韩国可能不追星的话, 会感觉比较无趣。 因为我不追星。 哦。 那这次打算待几天呢? 十天左右。 十天左右。 哦。 第几天? 是第二天。 第二天。 那这两天的话, 都去了哪里? 就来了钱草。 然后。 因为买的机票的原因。 其实我们是从明古屋过来的。 哦。 然后明天去富士山。 哦。 这样子。 看花火大会。 吃的东西怎么样? 日本的。 吃的东西。 吃了鰻鱼饭跟那个明古屋的那个特色的那种。 鸡酒屋。 因为没有怎么吃。 因为我们洗得很晚。 那第二天还没怎么吃。 适合你们的口味吗? 怎么说? 挺好的。 因为我们也比较重口味。 对。 而且日本的食物偏甜。 嗯。 感觉跟我们的口味很像。 哦。 是吗? 韩州菜也是。 很甜的。 韩州菜比较清淡。 哦。 是吗? 来到日本之后觉得喜欢日本吗? 挺喜欢的。 喜欢吗? 哪些方面? 就是感觉很亲切。 亲切。 嗯。 我们没有太多的语言障碍, 而且很方便。 嗯。 就是。 然后很好看。 因为我们都是看日剧长大的。 然后那种动漫。 哦。 好看是风景吗? 就是街道和那个城市都很好看。 路上碰到的那种店员路人都蛮有礼貌的。 哦。 具体就是这些。 然后剩下的我们还没有去体验过。 哦。 对了。我想知道。 对日本男生的印象是这么大。 就是没怎么太关注。 是吗? 但是女生非常好看。 哦。 对。 打扮得很漂亮。 哦。 是吗? 对。 感觉日本非常都市化。 就是。 人来人往的各国人都有。 所以不是很关注到底是不是还是日本人。 因为亚洲人的长相其实都比较类似的。 对对对对。 但是日本女生很好认。 日本女生很好认。 是吗? 你好。 请问你从哪里过来的? 我现在在深圳工作。 从深圳过来。 这次是来旅游吗? 嗯。 对。 来日本一周吧。 嗯。 之前都去了哪里呢? 嗯。 我前面三天去了香根。 嗯。 就是去泡温泉。 看了一下那边的那个玻璃博物馆。 然后还去了什么大涌谷。 之前也来过日本吗? 没有没有。我第一次。 哇。 是为什么想要来日本游呢? 其实就是之前本来有想来日本留学的。 然后呢。 但家里人有点反对。 当时学了一点日语。 然后就想说现在是要一个人出来玩吗? 肯定是尽量找一个会一点语言的地方会方便一点。 所以就说这个价次先过来这边玩一下。 哇。 那你之前学日语是为什么? 就是想过来留学呀。 嗯。 那你来日本之前跟到那个现在来日本之后对日本的印象有什么不同吗? 就我之前会以为人跟人之间比较有距离感吧。 但是后面发现其实大家都还挺热心的。 我坐那个行单线去香根的路上。 我旁边坐的男生他就会提醒我说我们的那个窗户可以看得到富士山。 然后或者是我在等车的时候就有一个爷爷就头发都摆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一定你是在这儿等车吗? 你地方只有那一趟。 就是只有那一班车其他的要在别的地方等。 就是我也没问他。 但是他会主动过来跟我说。 好热心。 对,非常热心。 比我想象中的要热心很多。 他衣食住行方面有什么觉得日本跟国内相比什么好的地方吗? 我现在是住在就是新宿那边。 所以就是吃饭的地方非常集中。 基本上在那转一圈就是总能把吃饭这个问题解决掉。 对,这个还挺方便的。 然后其他的可能, 可能我也没怎么碰上排队。 这个事对我来说也还挺重要。 因为深圳那边吃饭是怎么吃怎么排。 一直都大排队那种。 这个东西有喜欢的吗?日本的。 昨天吃了蘸面。 就是这个形式好像在中国比较少见吧。 反正我之前没有吃过。 第一次尝试。 印象还比较深刻。 对,还挺好吃的。 我觉得首先它本身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 然后味道又还挺不错的。 对于日本男生有什么样的印象吗? 就是在大街上面看起来的话, 可能基本上大家都是就是有弄过头发。 然后或者是服装有搭配的这种感觉。 对。 然后穿西装的人也很多。 在国内可能穿西装会比较少一点,比较少见。 你会想把就是日本男生如果可以考虑的交往对象, 会有这种想法的吗? 这个倒还没想过。 因为我的语言也不是很通吗? 如果万一对方是一个会中文的。 对于我来说都很开心。 我没有其他的限制。 你好。 你好。 你们是哪里人? 台湾人。 台湾的哪里? 台中。 台中的。 这个样子。 然后这次是你们来日本旅游还是? 对,来旅游。 然后今天是第几天呢? 我们明天回去,我们来十一天。 十一天。 对,已经来很久了。 对。 我们只待东京还有富士山。 那吃到日本菜吗? 有,我们吃寿司烧。 和牛豆。 拉面。 鰻鱼饭什么都吃了。 感觉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啊。 而且价格还蛮平价。 蛮实惠的。 不会说很贵。 那来日本之前和现在对日本的印象有什么不同? 就是东京觉得很繁荣。 如果是喜欢购物或者是各种比较二次元啊,卡通啊,漫画什么的。 我觉得应该都会很喜欢东京的这些就是逛街的地方。 因为我们2019从中南美洲回来,日本我们转机在这边。 我们下来去京都跟大阪我们去吃了一个礼拜。 因为我们在中南美洲的食物真的太难吃了。 所以来日本就觉得很好吃。 我们转机那时候就考虑说韩国还是日本。 然后我跟儿子说我们去日本转机,我们就下来吃了一个礼拜再回台湾去。 对。 因为跟我们台湾其实蛮相接近。 所以我们蛮能够接受度的。 跟我们去其他那种同国籍的那种国家差异就没有那么大。 像我们去中南美洲就觉得哇,每个都很让你很吓口。 就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对,那因为我们跟日本是常常几乎常常来嘛。 所以说差异点都能够接受。 口味也比较接近。 就是吃得慣。 因为像我爸爸他去其他地方可能比如说欧洲、美洲, 他可能就会吃不习惯。 但是日本食物他就非常的习惯接受度也很高。 因为他家去欧洲他去过一次他就不要去。 他没有办法接受那些食物就对了。 是吗? 所以日本口味还是比较能接受的。 对,他们能够接受的。 我在台湾的时候感觉很多台湾人都喜欢日本。 是吗? 因为以前台湾毕竟有被日本殖民过嘛。 所以很多那种习俗留下来其实台湾人都比较能够接受。 对。 就这样子。 还有别的理由吗? 为什么喜欢日本呢? 很多台湾人呢? 我觉得服务很好。 然后价格也很公道。 然后吃得也很好。 然后交通什么都很便利很清楚。 就是虽然可能英文沟通不是那么的流畅。 但是。 英文就比较累。 能感觉到最近这几年。 有稍微进步啦。 稍微进步。 之后也愿意来日本玩吗? 会啊。 会啊。 还有想去的地方吗? 在日本? 我去比较少。 我妈妈去过比较多日本的地方。 我们9月才从四国回来。 哦! 是吗? 我们去搭你们那种观光列车。 哦! 我后来是跟团。 我本来自己要上网牆。 所以我9月份才来。 我见他又来了。 你觉得哪里最好玩? 四国有四国。 因为他比较乡下。 人民那种比较纯符。 会比较浓厚。 就是人情味。 他就会很欢迎我们。 你就看到一个那种幼稚园的。 带小朋友他也出来跟你嗨。 然后那个办公人员真的不夸张。 办公人员他已经在办公。 他也是从窗户站起来跟你嗨。 各个国家都一样。 越往乡乡。 他的农情味。 人情味会更浓缩。 谢谢。 因为四国是最。 听说是最近比较被台湾人开发出来。 大陣的人都来东京、大阪、京都。 这这三个。 其实有时候都玩腻。 我就真的可以往四国去发展。 所以现在四国也蛮热。 在台湾蛮热门的一个中方景点。 听说啦。 我蛮多亲戚都是说要来四国玩。 因为台湾人几乎北海道啦。 京都啦。 东京啦。 其实说真的。 有人可能都已经闭幕。 可能比在台湾的街道还要走。 对不对。 因为有的都来已经挂恩赐了。 像我有朋友他是这样。 他晚上可以坐红颜班机过来。 嗯。 然后就吃吃喝喝。 礼拜五过来。 礼拜日晚上再回去台湾。 我有朋友是这样。 嗯。 他超喜欢来日本人。 嗯。 他每次都是搭红颜班机。 然后玩一玩又回去。 哦。 那个一两天他都好。 哦。 我有这种朋友。 因为我们国情大家都能够接受。 嗯。 吃的也能够接受。 那如果说你班机又便宜的话。 当然大家就搭了就过来。 尤其在台湾玩。 你为什么不要出国玩。 因为肯定住一晚。 跟你住日本的一晚。 阿易差不多。 哦。 我只是要发个飞机票。 虽然说比疫情贵。 可是还是能够接受。 真的。 所以说。 为什么很多人愿意来日本玩。 哦。 听说今年除夕。 光过来台湾。 日本过来就有破百万。 听说。 真的那天我们的飞机真的是超恐怖的。 哦。 全部都是人。 因为我们是坐凌晨的飞机嘛。 真的是哦好恐怖。 真的人超多。 因为我儿子说的。 好像回到台湾一样。 哪里都有听到台湾口音。 你好。 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江西人。 住在广东。 哦。这样子。 对。 这次来日本是旅游吗还是? 对。就是出行。自由行。 哦。这样子。 是第一次来吗? 对的。第一次来日本旅游。 哦。 那为什么选来日本旅游? 嗯。 比较喜欢看动画。 看动画? 哦。 那具体来说呢? 喜欢上个动画吗? 最近在看的话, 不一脸。 哦。 这样子。 这次来日本旅游, 感觉怎么样? 旅游园的话, 确实就比较繁华吧。 嗯。 到处都是二次元相关的内容。 嗯。 可能就逛了一天, 其实也没逛完。 除了那边以外, 还有别的地方? 还逛了一下池袋。 哦。 那边也是二次元相关的吗? 那边以女的, 女生相的比较多。 啊。 对对对对。 这次来日本, 怎么说呢? 感觉喜欢日本吗? 目前看起来挺喜欢的。 哪些地方比较喜欢你? 嗯。 比较喜欢的话, 是很多没见过新鲜的东西啊。 嗯。 然后本来第一天逛的也是二次元相关的内容, 本来也比较喜欢。 啊。 然后旅游也有一些外国人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嗯。 和在外地和别人沟通啊。 嗯嗯嗯。 像上次缺缘, 甲娃娃还是一个韩国人帮我提了一些帮助。 所以说就比较有趣。 打四郎带几天呢? 在这呢? 共是打算七天吧。 七天。 那明天之后呢? 明天可能 新宿涩谷那边。 还有东京塔。 嗯。 还有富士山。 差不多是这些。 吃的东西怎么样? 吃的话就看运气。 看运气。 随便找一找路边的。 就没有详细的攻略。 哦。 那有没有喜欢的日本菜? 可能就是找一些和牛之类的。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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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